因为美国在全世界上 它是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立国之本的国家 非常尊重人权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得到美国人民的帮助 对 开始他们是马上保护我 但是后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似乎觉得跟共产党搞好关系比帮助我更重要 很复杂 第一个结局就是他们一个条件 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条件 要我先走出使馆 后来被我拒绝 后来我发现很多事情不对以后 我就决定先应该离开中国 所以在后来我便怎么说呢 经过多方努力吧 总算能够来到美国 我觉得我在美国的生活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适应了 来了快一年了 但是语言仍然是一个障碍 最大的一个不理解 就是当时中美双方 写在外交文件里的一个 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 对山东数年来迫害我和我家人 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他当时承诺展开彻底调查 做出公开处理 但是到后来却不了了之了到现在 我也没有看到相关人士为此发生 我很难理解 既然写进了中美双方的外交协议 那么这种协议应该是 非常非常慎重对待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 那么却不能起作用 却不能起作用 谢谢大家